为了解决地球能源危机 公元2110年1月1日 人类制造了塞尔机器人 和宇宙能源探索飞船塞尔号 前往宇宙中寻找一个叫做宇宙之人的神秘领域 传说那里有神秘精灵看守的无尽能源 时光带我回到沉默的过去 让我再次看到伙伴的笑容 可爱的塞小戏 爱心的卡鲁鲁 勇敢的阿铁塔 神奇的精灵 时光也许改变我们的模样 心中那个梦想还在那个地方 未来给我一双飞翔的翅膀 飞过所有的过往 我一路经过的地方 没有让我失去方向 借过在手中的信仰 让它照亮了前方 神秘探浅的过程 总是这无限神奇的力量 大而好的路途 伴着我们成长的目光 不管时间变换 未来的终点 都会有似过云散的那术光 神秘精灵陆蒂与坎贝尔进行激烈的战斗 赛小西等人也趁机加入帮忙 大家合力将坎贝尔击退 战斗结束后 大家发现雪雄加卡失踪 当陆帝看到加卡的照片时 认出加卡是当地雪雄一族的成员 于是陆帝答应 帮助赛小西找到加卡 第二十二级 王的全赵 你看 不行 我走不动了 你说的白熊到底在哪儿啊 他们一般待在山顶 守护着通往空岛的传送阵 还有那么远 我们还是休息一下吧 我宇宙战士才不会这么容易累 不过我们可以一边休息 一边听听空岛的事情嘛 好吧 那些凶猛的精灵 也不敢到这里来 我们休息一会儿吧 陆帝 你说的空岛是个什么地方啊 那可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小岛 有清澈的河水 生机勃勃的森林 精灵们都很友好呢 吹牛 既然那里那么好 你还要来这么恐怖的地方 干什么 那是因为 守护这个世界的权杖 差点被偷了 权杖 你干什么权杖 那是 只有空岛的王者 才能拥有的权杖 现在 我的哥哥掌管着这根权杖 他能运用这只权杖 来为空岛的一切植物与精灵 提供能量 他让雨水滋润大地 让阳光温暖生云 竟然有这么神奇的东西 那当然 这只权杖的能量来源 就来自他顶端的宝石 那枚宝石 似乎蕴含着无穷无尽的能量 常年守护空岛的磁场 也是由他产生的 可是 就在几天前 一个黑衣人 试图偷走权杖 我虽然及时阻止了他 但是 还是让他逃走了 哥哥这才让我来到巨熊岛 尽情修炼 希望我能快速提升实力 守护权杖 哇天哪 生平最讨厌海盗和小偷 再小心 他说的能够释放磁场的宝石 是船长说的磁石吗 对啊 陆地 我们能不能看看你说的那只权杖 这个我可做不了主 我可以带你们去空岛 你们直接问问我的哥哥 别担心 通向空岛的大门就在冰山的山顶 而那两只和你一样的白熊 就是大门的守护者 你很快就能见到他们了 哦 嗯嗯 那还等什么 继续出发 啊 大家小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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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这个李强秀不冷多久了 我来 啊 啊 了解 又 这下不知道是先被砸扁还是先被双坏了 接着跑 看 e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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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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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ミッカー 一 啊 ミッカー 啊 啊 米卡 米卡 賈卡 你要振作啊 我們一定會救你出來的 米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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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よっ わっ うっ よ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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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はっ はっ 你们想干什么 孩子 是你 是你呀 我们的孩子 回来了 孩子 你这是 他的声带 一定是在 异次元的冰镜中 被暗黑能量破坏了 可怜的孩子 就是这样 我们就跟我们的孩子 分开了 一直到现在 非常感谢 你们能找回 我们的孩子 尊敬的白熊 你们怎么会到这里来 其实 自从我们的孩子走世后 我们就在巨熊座周围 设立了寒冰之首的结界 只有加卡 才能将这个结界打开 前几天 我们发现 结界已经被打开 就知道是他回来了 我们一边外出寻找 一边在巨熊座 设立空间隧道 他只要通过空间隧道 就能回到这座冰山 看来 差点把我们吸进去的 那个黑洞 就是你们设置的空间隧道啊 早知道我们就该直接进去了 我早知道那个黑洞 没什么危险 因为我没有感受到杀气 米克 可是 你们的孩子怎么会走失呢 那是因为一个黑衣人 又是黑衣人 这次在空岛偷权杖的 也是一个黑衣人 一起来 作曲 李宗盛 我们在宇宙中旅行 拥有最不低的精灵 这些都是最高水平 我们在飞船上穿行 拥有最强大的实力 我们是银河第一名 我们寻找新的精灵 据说这样就能出名 我们创造新的穿行